村口的街溜子在爷爷那里闻了个睁眼的关公 没想到第二天那人就让别人活活打死 欢迎观看阿文说故事后被关公 我爷爷从小就跟师父一起学习纹身 回到老家后 就在村里开了一个纹身店 按常规来说 农村这种地方纹身的人比较少 爷爷这门手艺也应该挣不了几个钱 可奇怪的是这纹身店不仅一大清早就排满了人 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客人 找他纹身的人可谓是数不胜数 记得那天村口的二狗大大咧咧的走了过来 张口就说 爷爷给我后背纹一个关公 这二狗原本就是一个街溜子 后来在城里混了几年 听说当上大哥了 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爷爷给他纹一个关公 便说道 这关公身上纹从此社会人 爷爷听后当场吓尿了 这关公纹在背上你可扛不住 可二狗这脾气哪会善罢甘休 扬言 你如果不给我闻 我就把这纹身店给烧了 这么一恐吓之下 爷爷无奈给他后背闻了一个闭眼关公 二狗得知这是闭眼关公 当时就气得火冒三丈 我感觉这不够霸气 你给我后背关公换成睁眼的 爷爷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你这闭眼关公都不一定能扛住 换成睁眼的你肯定会出事 不料二狗发出了诡异的笑容 随后就大声地呵斥道 快点给我们别那么多废话 说完还甩了爷爷一巴掌 爷爷无奈地给他换了个睁眼关公 躲在一旁的我 看见那个睁眼关公 顿时觉得天昏地暗 随即就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爷爷说 我已经在床边守了你三天三夜 我一边喘气一边说道 二狗后背那个关公好可怕 爷爷说道 二狗那饺子自从那天给他闻完身后 他一出门就被人砍死了 听到这话 我当场吓尿了 连忙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爷爷无奈地说道 闭眼关公保平安 睁眼关公杀破天 他居然敢闻睁眼关公 那他肯定会出事 点个关注不迷路下集 更精彩